環境運動大事記與舒探 主獎人為昭華縣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 施月英總幹事 主持人為東海大學行政管理系政策學系教授 陳秋正教授 請掌聲歡迎兩位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在東海大學行政系服務的陳秋正 今天很榮幸在這個場合 跟很多對我來講應該是新朋友 我是這一個領域 我想是剛剛開始接觸的新成員 我以行政權的背景比較關心從政策的角度 這次有機會來這邊做一個主持人 然後由我們的這個十月英總幹事 談一下國光石化整個這一個 這個環境保護衛生世界的這個史末末層 好 那我想等一下一定能夠激發很多豐富的討論 我事先比各位這個幸運多花一點時間 也比較早去看了一下這個 十總幹事所提交的這個書面 各位可以發現到裡面具細筆 對於各個環保事件的關係 廣集醫療政策行動 還有所謂的國際接軌 以及在這個案例裡面所發生的一些特殊事件 那他很客氣的用這個所謂大司機跟出態來講 那我個人事先看了之後 我覺得裡面有很多的這個重要的因素因子 還有這個成功的經驗 可以讓我們而後在面對更多的環境地點挑戰的時候 不管是跟民間的結合 或者是跟各級政府之間的溝通 來自於國際的接軌應該都會有他的幫助 那我不擔心太多時間 我們先是請大家加入我 一起來熱烈歡迎我們的總幹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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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那因為時間 所以我就直接跳到做簡報了 那我就是講國光實話囉 直接講因為時間非常有限 我先講一下就是國光實話的主成 主要是有43%中有公司 其他都是一些民意的 包括裡面的富邦銀行 我們還為了這個 這其中有主動富邦 因為他借錢給國光實話 所以我們還去他的那個 台北的總公司前面辦一個計程會 就是黑心財款這樣子 那其實也是想 不斷的透過什麼方式 去給這些股東給他壓力 就是我們不需要你這樣開發案 那其實從這個表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20000美到2009美 他的股東有稍微的變化 是在後面的彈牙 本來彈牙前面是有的 但是後來他就抽走了 那裡面變多的是中仙 中仙本來是9%變10% 其他大概沒什麼變化 就是他的股東 那從我們台灣來看 開始發展石化業裡面 是從1968年開始 那從1000到87 我們可能可以看到 從1968年 那1000在1990年就關掉了 從1000到57 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石化業都在高雄地區 那從67開始之後 就開始不一樣地區發洩 像在雲林的麥寮地區啊 像雲林縣的麥寮 然後接上台南冰南西清啊 然後彰化 就是從57之後 我們發現整個地方在變了 那這個你也看得到說 環境意識在 那個意識在抬高了 所以本來都是在高雄發展的地區 因為環保意識抬高 所以他開始要選擇 不一樣的地方 他只要準備落降 那這是他們的 石化 台灣石化業的變遷 我們可以從早期來看 一清最早是從1967年到72年 是所謂的石化業能發起 接著就開始發展了 就二清三清剛好 那有投奔石化 然後人武啊 靈遠石化工業區 都在那個時間慢慢地發展 那接著就開始成長 就所謂的成長 其實在四清 那從五清開始 就開始有發現環保意識的抬高 所以石化業 也因為從五清開始之後 有受阻 就會發展變了阻礙 那也像一清二清 也在同時就被觀察 那五清的開發 就是因為要取代二清等等的 然後七清也是在各時段被人家 砍掉了 被大家的康律 然後砍掉像八清也是 所以是一個蠻長的時間 才所謂的環保意識的抬高 那台灣已經發展石化業 已經是十年了 那從右手邊的 我們可以看整個台灣 所有石化業的根部 其實是真的很廣嗎 你說這個集中在高雄地區 並沒有從桃園啊 苗栗等等 全部幾乎整個西部海岸都被石化業進展了 那從國光石化來看的話 這個八清從早期 那還早就提出來了 1994年就從桃園啊 然後嘉義的敖骨 高雄大林埔 就從那時候提出 就是黨村要漏小的地方 但是同樣的是 有一些是政治因素 有些是污染因素 就包含政治人物就反對 那還有當地居民反對 所以他們就取向這樣的部分的發展 那後來國光石化又2003年就活了起來 那因為政府說應該想辦法 那石化業再繼續發展 所以2003年的時候 這個地方特別選了幾個 包含大城鄉 張華大城鄉 明年的台西 然後屏東的南州 都一樣都被人家想過了 但是同樣一樣 就是一樣的問題 就是污染太嚴重了 所以有些政治人物 甚至當地居民都反對 那有些是因為在地的因素 就是例如污染性很嚴重 或是地層下限很嚴重 所以快樂就沒辦法開關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國光石化 也打算在整個台灣 四處找不適合的地方 但都沒有人喜歡它 那這個是整個國光石化裡面 比較重大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八八風災 八八風災其實影響到國光石化 本來要在的地方 因為國光八八風災 其實在東部裡面很大的豪雨 但是在山區有很大的豪雨 但是左水溪 讓左水溪不斷的衝擊 有很多的沙子往外流 所以也逼著國光石化 本來的預定是在大城鄉 然後沙子太多了 然後導致那個老闆嚇到 所以他就往北裡 那國光石化從大城鄉 從畫兩個鄉 一個是大城鄉跟方略鄉 那其實變成你這個 這個派遞的道理就增加了 那裡面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還有學界的發起的國光石化 在6月16號 然後接著就是七月份的 英界的發起的連署 然後還有八月九月的學界的 英文界跟青年學生的發起的連署 都在這個時間 每個月幾乎有一個新的發起的連署 那其實每個新的發起的連署 就有一個不一樣的壓力 那還有在7月份的一個環境信託 就是大家知道 成就把海豬任谷 那這是台灣第一次忙 那同樣在 就是在第一階段 我們任谷完成之後啊 就當天我送那個內政筑的時候 同一天那個 吳敦醫院長就講了 拔海豬會轉彎 所以拔海豬會轉彎 其實引起很多人非常的憤怒說 你怎麼可以這麼鄙視這種拔海豬 甚至鄙視這農民愚敏 那剛好就是因為那天是送見 第一階段送見 就是大家都募集了兩百萬福 送進去之後 吳敦醫講拔海豬會轉彎 我覺得這個吳敦醫講這句話 也是滿重要的一個經典 那接下來就是 六清的大火 在7月25號 然後7月十幾號也發生了 那個月發生了兩起大火 那這個大火我們也看到 六清因為發生大火所謂鴨子啊 蛤蜊一樣的細菌 那引起我們彰化地區的居民的擔憂 非常擔心 那在之前還有一些 像上葉周刊的 初刊的《平凡浩劫》 有莊秉潔老師啊 陳吉仲老師等等一些資料 好下一個 那這裡面因為六清發生的大火 在10月份在2010年10月份的時候 有就官方所舉辦六清的總體檢討 那在11月份我們辦了石化政策大轉彎 那石化政策大轉彎的大遊行 裡面最大的動員能量就是來自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動員非常多的人 那甚至雲林縣長也出席這樣的會議 我們辦的地方說明會說 我身為一個縣長我都沒辦法處理石化業了 你們怎麼還可以讓他發清過來 因為身為一個首長他覺得說 他沒辦法管這個石化業 所以對大地區民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衝擊 那這裡面還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像有一本書 《石化島嶼小巷》這本書的出版 那也在當期是成為最熱門在 呃成品書局裡面最熱門的排行榜裡面 因為讓大家知道有石化業 那裡面都收集了一些石化業的 寫著大家的研究報告啊 吃啊 去啊 等等的 那還有一個在1月16號段 是環保署的環民小巫的審查會議裡面 這些青年學子想說我們在明天要審查 我們今天就動員去走夜環保署 因為明天就要環民審查了 然後他們覺得環保署可能會做有條件通過 那其實這樣的行動也讓媒體關注到 那很多學生注意到了 因為下個禮拜就要斷跑了 那學生去了還可以這樣再跑出來就是為了環境 其實引起了很多學生關注 那老師其實有很大的壓力 那在後面這整個大字記裡面 最重要的還有一個就是 在2020年的4月3號 就是一屆辦的壞人拼健康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還蠻重要 因為無座儀沒聽說要來 馬英九啦 馬英九總統沒有聽說要來 但是當天他真的來了 那來了之後其實有很大的效應 其實那一天其實也是蠻關鍵的一個 那接著像那時候總統的護血 都到現場的私地 所以我覺得都非常重要的關鍵是 那甚至隔天馬英九就直接下私地了去看了 那還說我們要把這私地保留下來等等候 那最後在這個後面還有在4月20號 全國的青年選址是發起全臺灣的 這地區能夠遍地開花 反國光石化 甚至台南啊桃園等等都很多學生主動發起 然後晚上遊行這樣子 那4月22號就剛好是地球日 當天環境小組的審議裡面 已經有結論了就是兩岸閉城 兩岸閉城會有條件通過得省 那其實或是策案就是 並沒有講得很明啊 但是那個會議結束後沒多久 那個馬英九說國光石化要策案 七月引起大家不爽 這樣好 其實下一個 那就是國光石化早期的位置 是在這個紫色的地方 那後來因為八媽風災的關係 位移合往北 那你可以從這個地方來看 他本來是整個地區是在大城鄉的 後來因為位移了所以橫跨兩個鄉陣 那大城鄉很少的漁民在利用這個朝鮮大 所以沒有什麼人可以抗議 但是橫跨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邊又有養殖專業區 所以剛好這樣跨過來之後 漁民就更有第七說 我是受害者在這 好 那接著在第一次審查的時候 就是國光石化第一次審查 那六月八號的時候 當天第一次審查的時候 當天自由時報以大篇的篇幅說 這個六七的建設其實對建會有很顯著的影響 是整個大篇的在第一次審查會的時候 所以其實對於那些支持者啊 或是反對者有 對於我們這種反對者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這是你大篇幅的報導 那很不幸的 也就是很不幸的 就是那天的會議環保署就第一次 第一天審查就馬上說 我們就進入二階 而且每天或其他的程序 就很快的公佈了 那其實我覺得在當天這樣的自由時報 看到這個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賽克 那就是他餵你的位置 那他這個是八七的位置 這是六七 那有學者說 你掉左水系的水出來之後 那個左水系被兩個門枕擋住了 那你們八七更慘 因為左水系的水都往這邊流 你每天都要吃他的沙子 那你每天要慶餘耶 而且幾十萬才要清沙 那這樣對你們有什麼樣的幫助呢 你們應該要往往北里 下一段 那這是中山大學老師研究 就是左水系的水出來找桃 退草之後 還可以看 將近百分之八十的沙都往左水系 所以八七如果我該在那邊 就天天吃沙啦 就很笨了一個 還要按 好 下一張 這張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八七要蓋在這裡 但是每天都要清沙 要清雲 因為這個地方 這潮汁在美的都要增加 再長大 下一個 那這個沙出來之後 其實這邊是一個緩衝 他怎麼去帶動隔沙子流動 但是無關實話 蓋了之後 其實反而阻礙著在流沙 這沙子的飄影 那反而會影響到整個左水吸口 甚至會影響到內陸容易的水 我們一把整個左水吸口 大家都填滿了 下一個 那這是兩千年 就是八八風災過了兩年之後 我們發現 唉 這第四河傳舉 為了這個賺很多錢 因為要清張賣渣 可以想像當時的八八風災 為彰化皮區帶來多少的沙 為左水吸帶來多少的沙 那也 還好啦 就是因為八八風災 我覺得讓國光石化可以淹淋炒到 這樣下一個 好 那除了剛才講的流沙之外 還有因為海岸特性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退草的時候 就是漲潮的時候看寶色點 就滿潮跟退草的時候 所有的水的汙染源都在原地踏步 並不會說因為漲潮或退草 讓這汙染源這樣流動 並沒有 所以這個海岸特性 也讓漁民更清楚說 國光石化蓋下去之後 其實對我們影響真的非常大 我們可以蓋嗎 不能蓋 因為汙染是在原地嗎 那這邊都是養殖專業區 那如果水都在這邊流動的話 那完蛋了 因為這衝過來就是養殖啦 下一個 所以國光石化一定要改位置 下一個 那剛剛講的就是 六清的燒 有短會也引起了 內整周是媒體不大的報導 而且當地居民不動的抗爭 下一個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文學 是可以從這裡面來的 例如說 六清營運十年了之後 你看這我才賠了十四次 總共賠了七百多萬 但是民眾就很慘啦 你看每天要戴口罩啊 然後陽城啊 然後阿里仔細啊 還蠻細的等等 就是這個產業在其實對居民 或對大家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下一個 那就是上週的這個報導 其實蠻重要的 我們買了一大堆 去送給人家 就是發送 那這個是在這篇的前面寫的一些 污染大怪獸等等的 然後裡面最重要的是說 每一天會奪走一個人的生命 下一個 這下一個 這是大家可以看過的 那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一個媒體 就是公共電視 公共電視也因此辦了一個所謂的石化週 那我覺得這個石化週的影響真的很大 因為他不只是在南部來開架我們的刀 這是什麼記錄觀點 篤立特待也有發網說 晚期新聞 每天他報導石化夜 對人體的健康啊 對什麼什麼 就不管好的話也有什麼都講出來 那呃 尤其是裡面講的最多是那個 洪詠欽跟陳定蘭的對話 我覺得那個都很有意思齁 下一個 那公共電視在石月十五話 又在那個方面相伴了一個 呃 就有好說啦 那你們可以 可能後面看很多情詞齁 這個都是打電車 就是那一天的迪迪動員了 盡可能把全部的 三連車都動員到現場 都非常壯觀 好幾百輛齁 那其實也是在宣示 因為 因為他的正前方就是 國光屬號的一筆筋 那也是做一個宣示 我們迪迪反對到底這樣子 那那天這邊現場應該到底說 都是有這兩方 那本來主持人邀請了這兩方 兩方都出席 那支持開發的人一開始說好 要出現 但是到後面他還是不敢出現齁 那所以那一天都變成我們的反對的人在出席 所以還好有更多的機會可以 講出我們的心聲齁 下一個 好 那接下來再對那個師弟的部分 因為我們覺得這師弟太重要了 這也是全台灣最完整的一個民主攤地齁 所以 呃我們想說就剛剛講的 全民買下師弟這個概念 我們保護這個師弟 下一個 那這個師弟 我們把它推薦為國際級的中央師弟 他其實具有這個國際級的中央師弟 那裡面這些大特色 除了牛車 什麼 林子攤地等等 很多特色啦 就是它是具有國際級的中央師弟的 一個瓶件價值 下一個 那這是2009年的時候 零件屬至於公布的 就是 呃台灣的國家中央師弟裡面 當然還是一個國際級的 而且全台灣瓶件只有一處 那當時候他們本來是預計在 呃 二月 就是國際師弟日齁 就要公布說張海岸是一個 國際級的中央師弟 但是當時候 當時候 因為要國光石號的審查 那然後 我們縣長是支持國光石化的 所以他動員民眾去抗議反對 不能劃色 他騙雲民說 你劃色之後 雲民就不能出海了啊 你不能工作了 你不能涼藥啊 就是欺騙他們 所以雲民就反對劃色 然後結果到後面 逼著 本來應該要公布的 他不公布了 然後就到到後面 就變成一個 張海岸是個未定的師弟齁 再一個 好 那我們想說如果是這樣子 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是想辦法 讓大家知道這個師弟非常重要 政府都 這不理了齁 我們下一個 直接跟他有限 好 那我們想說要買下這個 是用什麼東西來 吸引大家用拔海豚 所以我們一開始用拔海豚的揮藥 當然因為拔海豚主要是 分布在離岸三公尺之內 水深二十五公尺之內 這剛好 我們想說那 換過國光石化的DTD 然後大家買這個他的地 然後用拔海豚的回友廊道 來概念來 吸引大家關注下一個 這是我們2009年開始的第一次 我們用大型的活動有千人 在這個海岸的辦理活動 是維持著拔海豚的形狀 SOS 因為前面就是國光石化台包的地方 那接著每一年到今年 我們每一年都有上千人 都每年固定辦活動 今年9月23號辦第三千 所以拔海豚都爬 就高達三千個人到這個現場 下一個 是今年的盛況 很多個人 而且我們今年不一樣是 跑在堤防上 然後也有跑在草堅袋上面 水梨路啦 沒有踩到螃蟹 OK 下一個 那用拔海豚的議題 下一個 那這是拔海豚 下一個 在國光石化檢查裡面 我們其實知道 就是拔海豚就是 呃 就國光石化的地方 其實已經阻礙了拔海豚的 迴揚朗大的話 下一個 那學者就提到說 我們用餵食的方式來引誘他 讓他這樣繞過來 然後離開這個地方 他本來應該這樣繞的嘛 那因為拔海豚會轉彎的之說啊 所以這個也被風景了 那個學者後來很難看這樣子 下一個 好 就拔海豚會轉彎 下一個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一些 政治節目還會提到 白海豚會轉彎這個東西 其實是變成一個經典的 下一個 好 這是學者的連署 下一個 這是醫界的連署 下一個 那是萬能拼健康的 下一個 那是藝文界的 下一個 這是學生自己做的文宣 然後這是國光石化 國學時刻 百萬青年站出來 下一個 年輕人的創意就是實習 下一個 他們做的預言霸 這是非常有創意的 下一個 那這個除了這個 在地軍委會透過任何的 相關的開發案去主打 開發國光石化 例如國光石化的 長期用水是大杜蘭河宴 是藉著這個地方說明會的時候 霸占舞台 不讓他們通過等等的 下一個 那除了這個 我們在大杜蘭河宴周圍的居民 也 也 去請他們去反對開發等等等等 那也還好 不過這個大杜蘭河宴最後就沒有辦法開發 下一個 那是遊行 一般的遊行 下一個 那 這個是剛才講的 石化政策大遊行 非常重要 與你動員的最大的人量 然後是全台灣都有出現 下一個 對 那最後我們那天的石化 那個大總的重點就是要石化王國 就是打在那個總統府上面 下一個 好 重點我要講個整體 國光石化為什麼會成功 我覺得是 我們把地方的議題 變成全國性的議題 你要變成 你運動會成功 一定要把他 從地方變成全國性 才會有機會會成功 那策略就是一定要串連再串連 不管什麼方式 能夠串連就是他越 像雪球一樣越本越大 一定要 那就不管什麼方式 就是能夠串連就串連 要通過很多方式 包含性脫 然後受害者 你可以把相關的東西的 很厲害關係人 拉近來一起做為串流的對象 還有NGO 那另外一個宣傳的策略 宣傳的一定要是創意 不管怎麼樣的創意 一定要 有非常有創意 然後比之前還更有創意 就是創意再創意 然後盡可能的想出 不太可能的東西去做創意 那媒體部分 還有網路 這裡面我們看到 公共電視獨立媒體 還有Facebook Facebook在國光石化裡面 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 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網軍 非常重要的 那最後我覺得 國光石化會前中 應該是老鐵有幫忙 那下一個 好 那其實國光石化 到現在就是 呃 公告說不開發之後 現在接下來怎麼樣 就是我們開始關注 就是這個勢力是不是要 把它列為國家重要勢力 那在9月11號的時候 民間屬的勢力委員會等議 就是說他應該具有 國際級的重要勢力 但是那一天的會議 因為要有個談判重碼 所以他先暫時把它列為國家級了 沒有下一個 那我還在努力 那國光石化之後 還有一個把海底的 中央積極力的推動 我們現在在努力 下一個 好 最後我們覺得 我們這樣國光石化成功之後 我們應該要做串營 因為身為地球村的人 應該去讓他深遠 所以我們也去 馬來西亞主動把電話跟我們講說 叫我們去深遠他們 請教我們一些經驗 然後傳授一樣 其實傳授這樣的經驗 我們就到馬來西亞去深遠他們 那個深遠的動作後來回來 是因為我們被抓去警察局 就在討論 我們下一個 好 最後 就簡報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